翻譯也算蠻快的 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車的試駕心得 那前陣子我的朋友 他邀請我去試駕了一下 Golf GTI的7.5代 那台車其實我一直以來都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它的DSG變速箱的反應相當快 加上它的性能輸出也相當的好 而且又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車款 所以我一直對Golf GTI這台車 有不錯的印象 而且也很想去試試看 那在這次我終於有機會可以實際的去體驗一下 Golf GTI的 開起來它的感覺 而且因為那個業務是我朋友認識的 所以它也特別給了一點優惠 讓我體驗了一些比較長時間的不同的路況的感覺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時候我們的體驗的一些片段 然後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起來的心得怎麼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在体验过Golf GTI之后 说时代的我对这台车的原本的期望值是90分 但是在试开过后我给的分数是80或70 为什么不是这台车不好 这台车非常的棒而且超级的快 Golf GTI真的是一台相当顺相当快的车子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它低于我的期望值 因为我现在开的是纯手牌的车 怎么会这么说因为我该怎么比喻 Golf GTI它是一台你不用什么太大的心思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无脑的 开得非常快的一台车子 以现在人的口味来讲这是非常棒的 你可以带着你的女朋友带着你的小孩 带着你的家人然后油门一踩甚至不必用换挡撥片 它就可以带给你很棒的性能表现 而且还会有不错的声浪效果 像是它换挡车或退挡车的排气管的燃爆声 这都是相当吸引人的 加上它那个虚拟的数位仪表板也相当棒 那为什么我会说它低于我的期望值呢 因为我在试开的时候 那时候在高速公路 然后我想试一下它的加速 我就踩了下去 而且那时候我是用手排模式在开 所以我当然是用手排车的开法去抄驾这台车 加上它的变速箱是双离合器的 本体是手排 所以理所当然的我就是用手排模式 用手排方法去开它 但是当我转速扬升起来的时候 我要换挡的时候 它抢先了零点几秒帮我做了这个动作 而我又在同时按下了进挡键 所以这变成怎么样 变成说Golf GTI 在我下指令之前零点几秒 电脑先给它指令 而我又给它的一次指令 变成连进两挡 整个加速的连贯性就这么消失了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们会说 这不就是这样吗 电脑就是会保护它 但是以我的观点来说 既然我都已经切到手排模式了 那你应该就是把主控权让给我 哪怕今天我不换挡 你就是给我断油就好 就跟手排车一样 而你跟我抢的主控权 代表说我对这台车 还是没有办法 随心所欲的去抄架它 但是对于 一开始 就不喜欢手排车的人 或是说 想要在性能跟方便度 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人来讲 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设计 这反而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因为你的电脑 有非常聪明的逻辑 非常好的换挡时机 会帮你掌控 会帮你保护便度箱 你可以很快很快的 跑出你要的速度 而你又不必担心把便度箱搞坏掉 或是换挡不顺 在亲友的面前 很落漆 那这样子的设计 对多数的消费者来讲 眼蓝是好的 尤其是现在的消费者 但是 对于喜欢手排车 纯正抄架感的车友来讲 这样的设计是好是坏 对我来讲我是不喜欢 但是对其他来讲 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简单来说 Golf GTI是一台非常快的车 而且你可以很无脑的就把它开得很快 当然三道的操架还是要技术 但是它的底盘可以带给你的反应 你也是不用担心的 所以说这台车不但有 让人耳目一新的内装 像是手势控制的中控荧幕 还有虚拟的数位仪表板 又可以带着你的全家大小 在有安全的保障下 跑出一个不错的速度 而你自己一个人想要死坏的时候 它也能满足你 这是Golf GTI我觉得最不错的地方 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开手排车 而且很喜欢开手排车的车主 Golf GTI也许不能满足你 因为它给你的自主性还是不够高 好以上就是这一次我对Golf GTI的 体验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下一次没有意外的话 我的体验心得会是U6的GT22 就再看你怎么安排 那如果有的话到时来跟大家分享咯 谢谢大家 试一下你的转件那一台 哇好凶喔 凶欸 你看看那个侧情 所以你看开GTI没有什么了不起 遇到人家永远感彩的GTI的眼睛被海放 对啊 Cultural 凶黑 呜 凶